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不? 今天是我的生日 今天是圣诞老人来中国隔离的第五天啊 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只在乎你自己 我本来就只在乎我自己啊 我身为女明星 我一直觉得娱乐圈这种东西 不是想进去就进去吗? 就算是娱乐圈的大门关上 我也要硬去 我就硬要听自己 我觉得娱乐圈的大门从来没为你敞开过 今天的视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次选秀经历 真的是很感谢这一次选秀经历 不然我们都还对自己有什么误解 我就是你对自己有误解吧 因为娱乐圈 I don't care 主要我是觉得说 如果我不去的话 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没想到我去了以后 要一辈子后悔 之前我也是有在直播里面的视频 没说过 我也稍微透露一下当时海选秀 我整个人受到大羞辱 把我的误伤了 你要羞辱就羞辱他 我这种天生逆植果色天香 为什么被你们说 起因就是某一天我在刷手机的时候 某个节目就有在网上发布一个海选报名表 然后呢 当时我就是信誓旦旦的天报名表 我也不是对自己的实力有什么误解 我这次也很烂 今天是7月12号 我这里把XX的报名资料上传了 然后这是我的自我介绍视频 我觉得延迟还过关吧 这个视频 现在是1米8米 这样的事情是跳舞 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 但是我会经常的假面自己包 我就yes ok yes ok 这真的不骗大家了 老年还是有个明星吗 真的是这年头谁都想做明星 真的都不用镜子照着自己 看自己是什么鬼呀 我觉得很美啊有什么 我觉得当时他自己报名吧 就算了 还要硬拉上我 填报名表 拍自我介绍视频 搞了我一晚上 我这次有一个那么自信的报名 是因为我发现那个节目没记嘛 其实烂鱼烂虾也是说的 不介意成为烂鱼烂虾集中议员 人家烂鱼烂虾也是个花瓶 你是什么 我是贵的烂鱼烂虾 20万 那就没过多久 大概就一两周吧 然后就有主办方来联系到我们 怎么办 我今天就是说报的XXX 节目出的答复 希望大家主播好运 你们知道他有多开心吗 我当时感觉他都已经住进去了 我还想到我一定好好练 我不要再睡懒觉 当时同时我们面试的时间特别紧张 在这么短时间内准备一个才艺 也是男上交男了 我们就临时拍了一个合唱曲目 就晚上我们都一直在你床那里 拿着那个麦克风 一直在唱 然后我们在那里分段哦 就你唱这句 我唱这句 然后不要唱慢了 因为他其实还要再加个舞蹈展示嘛 他本身就是肢体他也不协调了 我有尝试要教这只猪怎么跳舞 我教他一个晚上然后我就还挺想给他的试资来个专题采放的 就想问一下有事吗 怎么做剪影 我选择就是之前我学过了一支舞蹈 当时也发了视频了 为了这面试期有几个晚上我们都挺通宵练习的 周伯伯以外 我们还有一首轻唱曲目就是周杰伦的《道香》 因为这两个曲目就是要为不需要很做作的唱腔 因为很多那种人就很爱这种学的曲目就 怎样啊 你以为是牛姐啊 到面试那一天我们俩其实真的还挺兴奋的 但是那个地方很远 所以我们特别早起床 当时我们就在等候区 碰到了一些跟我们一样的面试声 然后很瘦像筷子一样 在那一刻我就已经知道 像我们这种猪蹄了 基本上也没什么可能了 他们是搞体操的 我们是搞相扑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等候区里面等了很久很久 就其那天也就四组练习生去面试而已 但是前面几周的话就是面试了特别特别久 就快一个小时吧 当时我就会说哇 原来要这些这么深度的讨论 我还有点小紧张 我都想好了老师们的问题 我要怎么一一回答 探查敌情 这个人在临时抱佛奖 此刻的我还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没想到迎接我们的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进去以后嘛 非常的奇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都没有问我们的名字哦 嗯 还是我主动说 诶 我不需要自我介绍吗 当时我们还想说 按才艺不够 幽默来臭 我们来说一下当时我们的口号 老师们好 我们是胖哥俩组合 我是长得非常像圆杉杉的王欢喜 我是长得非常像张大大的川大发 好傻哦 我们想象中是一位平民老师 就觉得哇 好幽默这两个人 实际上当时他们的表情是这样的 开始你的表演吧 有完没完啊 自爱的两个人 内心应该再说 这两个大母铃 有事吗 如意如意 怪我心意 快快显灵 当时我们演唱我们第一首曲目 威威 这首歌我现在只要在路上听到 我都会起一声鸡皮疙瘩 你以为过程很精彩 点评很犀利 实际上就是第一首歌 演唱两句 连副歌部分都没到 舞蹈就比划了几下 连高潮的大动作都还没有展示 最搞笑的是他的轻唱 只唱了七个字 想见你 只想见你 可以了 谢谢 我现在模仿一下那个评委表情 好了 谢谢 我们的表演连点评都没有 我们不配 就整个海水波折话大概三分钟都不到吧 我也不知道前面为什么会面试几个小时的 有事吗 当时那个面试场地就是非常多人 真的能感受到他们每个人眼睛里面充满了嘲笑跟无视 包括我们走下楼的时候 那几个练习生表情也是挺一言难尽的 我就是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那种藐视 就是他们觉得这两句猪来干嘛 是的我们一分钟就面试完了 话都不让我们多说两句 对跟专业的练习生比的话 可能实力太差了吧 我觉得当时还体验一下 虽然挺上自尊的 但是也是自己太拿起没办法 嗯 我觉得挺好的耶 因为现实中没有什么事打击我 找点事打击打击自己也挺好的 现在挺想唱一首歌给自己的 就当时一场梦 喜欢以后还是很感动 给一个喜欢唱歌表演的人一个舞台 这么难吗 一个想要唱歌的歌手 一个舞台有这么困难吗 当天以后我跟我们说 威威真的是我特别喜欢一首歌 我以前去什么纯K啊 B点啊 现在我已经再也没点过了 除了我手机搁在里面也删掉了 因为我真的一听到这首歌 我整个就很张 你等会有感觉这样 啊啊啊啊 瞬间把我拉回当时的场景 停 可以了 停 可以了 当我参加完面试之后 威威对不起 停 可以了 停 可以了 假恒 不要 我恨醒 你怎么来了 我恨醒你回去 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不讲我恨醒的样子 继续那个吧 我当时真的可丢人了 没想到会这么快 而且也一句点评都没有 我还这样子说 就这样结束了 本来当时九月天气很炎热 整个场子瞬间像阴间这么冷 像我当时在那里尴尬到 脚趾头都可以抠出一座赫拉宫殿 这里我真的很想对这个节目主说一句 如果我有罪 法律会来惩罚我 而不是让我大老远跑来这三卡拉地方 还等了三个小时 最后面试一分 一句点评都没有 还照到全场藐视的眼光是咋的 老娘好歹还是个三十八线的网外的 此处不流言 智友流言臭 做不了女爱豆 我还可以做赞监女 谢谢 不过之后想想话其实也蛮能理解老师评委们的 因为其实专业的人其实听你唱七个字 就已经知道我们大家唱歌怎么样 而看你就是走两步就这样跳舞力不厉害了 moi 老師眼中的dance 您是老师 但老年还不是您的学生 所以大老院跑来这的话 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一眼捐中的雅厨了 其实我觉得这样说也不对了 我还是想认真跟评委老师说一句 老娘长得那么好看 又有趣又搞笑 我不上这个节目 是你们这个节目吃亏走宝 还在那里践踏老娘的自尊心 老娘自尊心这种东西早就没了 其实这种事情我人生中还遇的挺多 就是满怀热情 满怀希望去做一件事情 却被迫冷睡 这辈子也不做这个梦了 下辈子再做吧 然后其实今天这视频 就稍微分享一下自己的这次 听上自尊的海选经历 也是想稍微吐槽一下 大家也不要太当真 但是我也希望就是有想要走这条路的人 一定要想好想清楚 就是可能有时候你真的不像别人 从小到大有那么好的资源 去学唱歌学跳舞 就我这种想象证人 如果从小跟我爸妈说 我要直接唱歌学跳舞 我要做明星 说我要用我的双腿跳出最美丽的步伐 他们只会用狼头 把我美丽的放弃打断 就这些东西就是很现实的 这也是为什么你们看很多那种 其实出道的人 他们家里面本身就是 哇 具有钱 做的哇 巨大的豪宅 我也奉劝大家一定要小心 现在很多所谓经纪公司 其实就是把你骗进去 说想做练习生 想交费 就真的是有些人会去为了做这样的事情 就压榨自己的爸妈钱 你们想想这样的一个公司 连培训练习生的钱都不愿意出 你觉得他能够给你安排多少资源呢 所以在这里只能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没办法在电视上pick我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一键三连 说真的老年也不是学上这个节目 我还是继续在我的网络平台上 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吧 什么节目老年才不上 怎么办 好酸哦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想做女爱导 你就是个女邪心 我是女邪心哦 你是男狗兄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多多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多多